那我们这个生活达人 立刻帮你解答你不妨试一下 那另外他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哦 他在讲说呢 现在最近不是春天到了吗 很多花都已经在开了 后院呢开始热闹起来哦 那他发现蚊子啊小虫啊 这些都也都跑出来了 那春天一到这个天气温暖以后 这些蚊虫变很多 要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装个纱窗就好了呢 还是应该要怎么样 可以让自己这个出到庭院去的时候 蚊虫不会这么多 生活达人Jasmine周达人 可不可以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好好 那首先装纱窗 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了 那如果说家里没有纱窗 或者纱窗就是可能有的时候 它也会有漏网之余嘛 那我们就是在房间里面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买那种风油精 然后把盖子打开 放在书桌上 或者是离窗户比较近的地方 然后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窗户脚上 或者是墙脚上 我们就担几地这样的这个风油精啊 清凉油什么的 或者是说就是涂一点薄荷也可以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在家里面 比如说厨房啊或者是客厅啊 我们养几盆就是小西红柿 西红柿散发出来的味道呢 其实是会把这个蚊子赶走的 所以番茄这味道这么香 可是蚊虫他们会觉得 因为对到他们来讲是很臭的东西 所以它不会靠近 是那个西红柿它的汁叶嘛 它的味道本是不喜欢 然后还有薄荷也可以 就是我们这也很美观 在家里摆着也可以驱赶蚊虫的 是太棒了 我觉得Jasmine的这个驱蚊虫的方法 真的就是让这个人类觉得很清新 可是蚊虫它会想要避开 因为像我妈妈以前曾经呢 家里到处放大蒜 因为她觉得大蒜可以驱除蚂蚁 我的天哪 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觉得 哇这个怎么蒜味这么重 我全身你知道少女然后身上都是蒜味 非常尴尬 但Jasmine的这几个这个招式 我觉得特别好 薄荷或者是西红柿 也就是小番茄 你种一些这样子的这个 清新的这个味道 人类觉得好好闻 但蚊虫会不喜欢 不妨给这个所有听众朋友们都尝试一下 再次感谢我们生活达人 谢谢我们Jasmine周茉莉 谢谢 拜拜